动摸的秘买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盜牧呢 真是文武傳採 不是說打得這樣 它有仗略 打得就是領軍的高級將領 猛將那些是吹氣出力的 如果得到統帥那些 就運用腦筋而已 杜牧那些是那類人 遜懷 即是怎樣安排那些心情 遜 怎樣安排 懷是心情 怎樣安排心情呢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遜懷 駱柏江湖 都在奏幸 坐腰遷世 掌忠卿 十年一教揚周夢 認得清流 都博幸明 當時剛剛唐門 唐朝呢 兩個黨就爭 牛里黨爭 那你就無形中阻礙了很多的發展 一個皇帝之下 兩個舉上前後爭權 那個人得了 那個就有了一段時間去探世界 就是這樣而已 那麼 杜牧呢 就這麼巧的 剛剛兩方面關係都有那些發展 所以他有一個時期在揚州呢 就停了十年 那麼後來當然再升官 他說是 我有個長時間 就是好像前途沒有什麼光明這樣 那麼之後去到揚州呢 就是聽著歌啊 喝著酒啦 那大家都不知道啊 唐朝開始啊 犯了罪 他犯罪 老實說 皇帝說你罪就罪了 你說你沒有罪啊 犯了罪的官僚 犯了罪的人家 他的妻女兒 兒子不算 跑到教坊 不是坐牢啊 學唱歌 學奏戲 學跳舞 那所以啊 由唐朝開始一路宋朝呢 知識分子下了班呢 他歌流舞謝呢 跟今天的人去 他只是說這個性的問題呢 兩件事的 所以你說為什麼那時候法律準的呢 他不是去嫖啊 他聽歌 所以有些女詩人的詩也是好的 有些寫得好字的 那就變成那個情形不同的 你不能運為一談的 因此呢 他本身他有結婚的 他不是去自己亂行一通的 他只是在聽歌跳舞喝酒而已 所以說 他說我在正途上 失意呢 走到來揚州 過這些歌舞喝酒的生活 那有些時候呢 是跟那些歌女啊 稀笑一下呢 他說真的見到那些歌女 有些呢 是生得很輕盈 輕盈到呢 好像漢朝的趙飛燕那樣 又瘦 又健康 這個可以在首長裡面 都跳到舞的 總之在揚州 不經不覺住十年 所以他跟那些 那些歌女說 她說我在揚州 大概都過世的了 跟大家相處一生 後來調節那些 那些清流的女士說 是 她說 你這些不是真的 你騙我們而已 你這些薄行 所以十年 一教揚州夢 我擱著讀教 所以我們廣東人有個好處 擱著讀教 廢教 小朋友看電視看得這麼晚 看得這麼晚 不要玩得這麼晚 睡覺 快點睡覺 各地讀教 但是這個 歌舞喝酒的生活 然後呢 膽壓十年 現在是調職第二次 變成好像人生 一場十年的大夢 那樣 這個讀刑 不是讀贏 我們廣東人 有時候讀什麼 讀歪了或者讀錯了 是刑 刑虛的刑 刑不得清流 是那些歌舞祥嫂的女士們 說你薄行 你騙我們 壞一輩子 相處一輩子 你現在十年就走人了 我讀一次 道目的顯懷七絕 落泊江湖 再走行 楚腰遷世 一掌重慶 十年一教 揚舟夢 認得清流 薄行命 正滅 詞頂 釀來 寧 十年 十年 今 中文字幕——YK